小企鹅的伞 南极的房子很漂亮,都是用洁白的冰块砌成的。 小企鹅和妈妈就生活在这些漂亮的房子里。 每天清晨,企鹅妈妈去海里捕鱼, 然后她就和小企鹅一起吃又鲜又嫩的鱼。 晚上,小企鹅和妈妈坐在被窝里看电视, 电视里一把漂亮的小红伞吸引了小企鹅。 因为南极从来不下雨, 所以小企鹅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妈妈,这是什么呀? 妈妈说,这是雨伞,等雨用的呀。 小企鹅很喜欢这把小红伞。 妈妈,我也想用小红伞。 妈妈却说,我们用什么伞呀? 我们这儿又没有雨。 小企鹅不答应。 没办法,妈妈只好给好朋友斑马写信。 斑马很快给小企鹅寄来了一个包裹。 里面是一把很漂亮的小红伞。 小企鹅撑着伞给朋友们看, 可谁都不认识伞。 于是,小企鹅天天盼着下雨, 盼着能够撑着伞在雨中漫步。 可南极不下雨,小企鹅很伤心。 企鹅妈妈就给斑马打电话。 斑马很欢迎小企鹅去森林做客。 小企鹅可高兴了。 第二天,它就带着小红伞去森林了。 飞机降落在森林机场。 小企鹅第一次看见绿色, 觉得很有趣。 但是,小企鹅马上就感觉到了不舒服。 这里实在太热了。 斑马很奇怪, 今天已经很凉快了, 你还觉得热呀? 回家后我给你开电风扇吧。 小企鹅来到斑马的家, 吹了一夜风扇, 它发高烧了。 当天空真的下起雨的时候, 小企鹅却爬不起来了。 小企鹅想家了, 它也想自己的朋友了。 斑马就把它送上了飞机。 小企鹅一回到南极, 并马上就好了。 它回到朋友们中间, 给大家讲绿色的森林, 丝丝的春雨, 还有会让它觉得凉快的电风扇, 而那把小红伞就挂在墙上, 成了一件装饰品。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记得在喜马拉雅APP搜索晚安妈妈, 每天晚上八点, 我都会在喜马拉雅等你。 小宝贝, 睡吧, 晚安。 今晚安。 自古 snow祭, 湯本身以偈でき, 这款 È Iniíme。 转身打五line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